空军第七航空学校 第一任校长卫尖和林弥一郎,又。 你对于新中国空军之父,竟是日本战犯。 他的学员击落,美军王牌戴维斯。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的订阅按钮。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影片。 战犯,他绿队击落飞虎队五架战机。 林弥一郎,191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。 中学毕业后,加入空军,后一直校担任飞行教官,技术出众。 1941年11月,30岁的林弥一郎以中卫身份被派往中国。 1942年6月,桂林空战中,林弥一郎驾驶飞机,虽然机身34处铸坛,且发动机停车,绿队击落美国空军飞虎队五架战机。 因此,他一战成名,被日本人示威英雄。 日本空军史曾记载,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。 两年后,林弥一郎晋升位少佐,来到东北,担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第四炼程飞行队对常。 林弥一郎勇猛沉稳,技术高超,公正自律。 在他领导下,林部在日本航空部队中技术是一流。 1945年8月9日,苏联军队出兵中国东北,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。 在沈阳的林弥一郎,知道苏联士兵残忍,于是带队南逃,来到凤城县上汤村。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东北民主联军。 投降,他第一次深深向中国人鞠了躬。 当时我空军正准备筹箭,得知林弥一郎这样的飞行人才无路可去,便去主动争取他。 林弥一郎提出投降的条件是,希望能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,提供粮食供给,座位回报,向我军教授航空技能。 我军谈判代表当场同意。 1945年10月,林弥一郎绿部依照约定抵达了武器上角的点。 当日本人来到,立刻惊呆了,只见空地当中,仅仅放置了一张大木桌,我军授翔的代表身边没有一个人,独自泰然地坐在桌边,简单地命令林弥把武器放到那张桌上。 最让林弥一郎想不到的是,他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军刀。 对于日本军官来说,军刀是军人荣誉的相指,得到这样尊重,林弥深深居了一躬。 日本人素来只服从将者,即便抗战之后,还认为自己是被美国打败的。 我军接受林投降近险将者勇敢自信和宽容,真给他以不小震撼。 更让他感动的还在后面。 感化,东总参谋长武修权送给他手枪。 当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和东总参谋长武修权同志,听到林弥一郎投降,喜出望外,立刻在沈阳照现了林弥一郎。 1985年,林弥一郎在北京与彭真,又,合影。 谈话最后,林弥大概为了试探我方成义,居然向武修权参谋长要身上佩戴的手枪。 武修权沉思一会,掏出手枪放到了他的手里,这只手枪从长征到现在,一直戴在我的身上,今天把它送给你,作为这次幸会的纪念。 地枪一刹那,等于武修权把自己的性命交到林的手里,这样的信任怎么不让他感动。 1946年3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,又趁东北老航校。 东北航校成立大会。 林弥一郎任飞行主任教官,日方的飞行员,机械人员及地勤200多人,成了我创建空军的重要力量。 为了感化他们,航校政治部专门成立日本人工作科,加强日方人员的思想教育,让他们认清清华战争的非正义性。 在生活上,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,尊重关心他们。 当时,航校条件很差,生活艰苦。 我方人员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面、高粱米,但保证日方人员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凉。 每当日籍教官生病时,学员就带上野秦淡和野花钱去慰问。 航校为了解决日方人员的婚姻问题,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、卫生员、保姆之类的工作,日籍技术人员成立了家庭。 林弥一郎和日籍女护士青子在此时结成了夫妻。 在筹建东北航空学校期间,为了转移沈阳凤吉堡的时机架日本的飞机,林弥驻及试驾飞机,但飞机起飞时坠毁,他身负重伤。 初创时期的东北老航校,用马车拉运飞机和航财转场。 校方组织抢救,领导亲自看护,当林弥一郎苏醒后,感动得热泪盈眶,后来他惭愧地说,过去日本侵略中国,真是罪过。 现在你们这样后代我,真是受之有愧。 日本军队历来等级森严,军官和士兵的待遇相差极大,这些本应是战俘的日方成员却享受如此待遇,怎么不让他感动,悔过自新。 这样的付出收到巨大的回报。 当时东北老航校的部分日本教官何颖。 赎罪,他的学员击落美军王牌戴维斯。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群体性,对异时形态淡漠,只是习惯于服从将者命令,且行事整齐划一,易于管理。 一旦从心里征服他们,他们就会忠诚卖力为之服务,甚至比为本国工作还认真负责。 支服务,甚至比为本国工作还认真负责。 航校建立真是困难重重,缺少航财。 林弥一郎带人到处寻找,东拼西凑,缺少汽油,他就用酒精代替,磨压汽机给飞机轮胎充气,几十个日本教官就轮流用自行车打气筒充气。 空军司令王海曾回忆当时状况,日本教官非常认真,严格要求自己,对学员也要求很严。 冬天早上一睁开眼,嘴唇上都是霜,非常冷,可是日本的地面保障人员为了保证我们的正常飞行,每天清晨都要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,检查和调整飞机。 真是太感谢他们了。 当时张机会是最好的学员之一,他要求放单飞,航校领导都批准了,可林弥一郎顶住压力,认为张的飞行技术还不行,硬是不同意,张只能更加刻苦训练。 后来,1977年,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张机会和林弥一郎谈起此事,感慨地说,莫有当年日本教官的严格教导,他就不可能在朝鲜战场击落美军王牌戴维斯,成为飞行英雄。 正是日方人员的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,在空军草创的三年半期间,虽然飞行训练极度危险,多次发生飞航意外,但莫有一名中国学员意外死亡。 倒有两个日方人员付出生命。 19483 两天后,新海宽因抢救无效死亡,期间醒来之时,他还在问,官怎模样了?汽油都装好了吗?这样极其认真的赎罪工作,成绩斐然。 日方共培训出中方飞行员126名,机务人员322名,领航员24名,技术人员88名。 他们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,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、空军副司令员林虎、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裕迪等人。 林迷一郎的得意弟子,中国空军战神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裕迪。 日方人员,也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,充满感情。 林给儿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林新,也许他认为在东北才是他的新生,也许是希望中日关系开始新的篇章。 回国,致死念念不忘老航校。 56年,林迷一郎带住妻而恋恋不舍地回到日本。 回到日本之后,林迷一郎他们的处境非常微妙和困难,因为帮助了中国空军建设而遭到非议。 20世纪50年代,日桥回国。 他一直保持沉默,极少出席任何公开活动,从不谈此事,但私下对属下说,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,自己不后悔。 1977年,应中国邀请,林迷一郎首次访问中国,回到了他心中的第二祖国,并会晤了多名当年的学生,此时已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们,让他激动的是中国空军从末有望了他。 他回国之后,发起和组织了航期会,东北老航校于1949年改为第七航空学校,后来他又组织中国归国者友好会和日中和平友好会,担任会场,开始致力于中日友好交往。 林迷一郎,又三,访问中国,与当时中方学员合影。 林迷一郎曾先后时机自组之代表团来华访问。 林虎副司令员与日本教官同景仲雄相线时,肯定他们贡献,说林迷一郎是中国空军之父。 1999年8月18日,林迷一郎在日本逝世,离开人世之前念念不忘老航校。 林迷一郎米兽,88岁诞辰,时,航期会朋友们为他祝寿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年四望毛主席的好战士。 舍身勇救人的英雄。 晚年去美国还获得了绿卡。